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PCM 記者 阿操 因為我來到華碩 CES的展覽 今天帶大家看一部非常特別設計的 Looksbook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講哪一部 就是類似Service Pro的Mothership 不過它大過Service Pro很多 現在馬上帶大家來看看 這一部就是華碩的RG Mothership GC2700 眨眼看其實它跟普通 Looksbook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是一個角度看的話 它就是17.3吋的Lookbook 但是你看到後面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它好像分開了兩邊 而且這一邊看會更加辛苦 這裏後面有一個支架 就像Service Pro一樣 雖然有些人說它是Service Pro 但其實它的尺寸比Service Pro大很多 這個就是RGB Keyboard 這個就是Touchpad 當然不少都是這個的敗家之眼 這個螢幕是144Hz 還有它是G-Sync support 因為它這個裡面是用了RTX2080的GPU 那就是用MAS-Q版 你看到它下面呢 其實都是有RGB燈在這裡 至於方位方面呢 就蓋上了螢幕的部分 你看到呢 它都是齊了HGMI 它是G-Sync 那旁邊呢 這裡呢 就是有個 這個是一個Land Pod 但是它不是普通GigabitLand Pod 這個是2.5G的Multi Gigabit 那除了它的Land Pod被人快 之外呢 其實它的WiFi呢 都更加是行AX制式的 不過我問到它呢 它是行AX的什麼速度 它就說暫時未知道 但是呢 它也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步 支援AX的Client 好 那怎樣拆它出來呢 我當然不敢動它 那我就麻煩華碩的人員 去幫我拆解它 YES 這種гли子 是個G7X3 下面的功率 那個WiFi 是 把椅子鬆下 然後 妳可以置進去 跟zione 把椅子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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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 它是一個階段階段的系統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鍵字 你也可以使用自己的鍵字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 是一個比較普通的桌上 一個比較普通的桌上 就像是用上的桌上的桌上 剛才介紹了懷石ROG Mothership的開合方法 而這裏就展示了它的配件 首先這個就是它的機殼 而這塊就是它的底板 其實它這個Mothership的型號 其實是想取代桌上 以及一些很厚的 桌上的效果 所以它使用的規格 都是非常厲害的 就像這個 現在Intel手機部分最頂級的CPU 就是Intel i98950HK 而旁邊這塊就是最新的Ninfedia GX2080的GPU 它不是Mass-Q的 所以它的時脈會比Mass-Q更加高的 不論CPU和GPU都是可以超頻的 不論CPU和GPU都是可以超頻的 你可以用它裡面有一個軟件 按個按鈕就自動超頻 這個就是Keyboard 這個就是SSD生意 SSD方面 其實它是有三個M.2 按鈕的 1 2 3 3個SSD 那就是走Railing 這個就是它的散熱系統 你看到剛剛 對這個就是GPU部分 這個是CPU部分 GPU和CPU都是各有四條的鐵道管